我们在Tajongbaga那条街逛婚纱店的时候 第三天去了Z-Wedding 然后就决定了Z-Wedding 就这么简单 他们是比别人贵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值得的地方是摄影的那个方面 感觉到我 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 他们能把一个在Toastbox拍的感觉 拍到很像很梦幻 很cafe 所以以下来Toastbox而已 他们能拍得很好 所以我就是对那个系列很感激 所以我是对摄影那方面很满意 我才决定要前Z-Wedding Gown-wise 我觉得他们很不同 我感觉到其他人的 比较多的外套店 会提供更多的各种各种 在化妆上 Amber的化妆很棒 很自然 我非常喜欢她的髮型和化妆 帮我一起拍摄 录像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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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片的时候,然后我们才发觉到其实当Tommy在拍照 他心里在想的那些故事 然后他要把那个照片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蛮惊讶了 当时我们来选择我们的歌曲 Louis是挺帮助的 他就很有规律,就是很整体的 就把我们带进选择照片的状态 就很选择给我们看 就很容易选择 所以我感觉到其他女生也没有选择 我们也像最多的男生就是一两年前签 然后我们可能找签有这个机会 与ZWanning的几个那种 他们在Chimes的那个show 所以每次与ZWanning就给我们 reassurance 讲 又不错啊,这个series很美 他们又有新的东西 每一次去都会有多一个reassurance 幸亏不是那种 然后我们去了一次,我们就觉得 我们欠这种那种感觉 我认为能带到ZWanning 因为有很多课程 带到你带到你 然后每三至四个月 你会改变新的带 然后工程都非常非常帮助 所以他们会知道 你喜欢,你喜欢 然后他们会找到最正确的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们遇到了这么多人 在ZWanning for different part of the wedding journey 全部都很 helpful 全部很弹得来 都很开心 很enjoy的一个 2 way的一个 communication and process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你们在wedding journey的 当中 你遇到的人 你的那个相处啊 你的 whole process 最重要是你要enjoy 不只是一个product end of day的product 你的 process也是很重要